大家好 19点43分了 小猫来了在我桌子上 哎别跑 这大眼睛跟两只灯似的 探照灯 我跟这做节目你倒什么乱 嗯小家伙 去走吧 这本书 这个日本这个作者呀 他到北京来 他到北京来啊 看着苏联的导弹了吗 萨姆导弹啊 有一种导弹叫白洋 还有一种导弹叫民兵 是吧 我记得那会啊 啊 经常说苏联啊 在中苏中猛边界威胁中国 是吧 可是现在你中国哎呦 跟苏联这叫一个好 跟俄罗斯这一个好 是吧 啊 好像 那连半个不字都不能说 我听说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哈 这各大网站上你要骂俄国也给你封号 是吧 你骂中国的领导人不行 你骂普京也不行 甚至加个更字更不行 是吧 看看这些标题就挺好玩的 第二章 苏联帝国主义的崛起 得托克维尔的预言 拼命发展军事力量 苏联支配下的和平 好像苏联沙俄或者俄罗斯或者苏俄 反正就是老毛子吧 大毛 是吧 这个这个毛子 好像一直对世界就是个威胁 是吧 他就穷兵独武 扩张啊 然后侵略其他国家 参加军备竞赛的请柬 防御性扩张 日本的芬兰化 第三章叫做孙子的核战略 可怕的设想 核保护伞的崩溃 相互确保摧毁商业社会的逻辑 苏联核战争制胜的战略 看见了吗 核战争制胜的战略 今天普京还是沿用着四五十年前 甚至五六十年前 苏联的那一套东西 是吧 就是那个克格勃啊 那一套东西 苏联的那些东西 普京是烙印太深了 他改不了 战略决定胜负 民防 民防啊 这个民用防护防空啊 防守防御 民防谋求生存的战略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陷阱 SS20导弹 对 SS20好像就是苏联的 欧洲战略武器 我查一下啊 一百二十一耶 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 啊 苏联的 你看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 这还有个想象图 亚洲的战略武器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军事学家 克劳塞维茨的复活 孙子的核战略 第四章 地缘政治扩张 与阿富汗签署 穆林条约 美日中三国的反苏同盟 条约网的扩大和发展 华沙条约 苏联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 后来没了 然后说有四个地区性的集团 我看都有谁啊 哪四个集团 第一是华约 第二是中东集团 第三是印度远东集团 第四是黑非洲集团 都是苏联的外围 现在很多都失去了 集体安全体系的组成 被暗杀的叛逆者 第五章 八十年代的冲突地区 危险的弧形地带 巴基斯坦通往暖海的温暖的海洋 印度洋暖海的要冲 伊朗从混乱走向崩溃 沙特阿拉伯会成为第二个伊朗吗 土耳其控制着黑海舰队的行动 南斯拉夫铁托逝世后危机四伏 果不其然吗 没过几年南斯拉夫内战了 分裂了 非洲争夺战略资源 东南亚存在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第六章包围日本的战略 苏联太平洋国家 斯大林的对日构合构想设想 对日构合设想 远东安全保障体系的发展 日本周围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 三海峡与北海道 估计有什么中古海峡吧 什么靖青海峡吧 是吧 大概我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229 还有个对马海峡可能 主要是日本的周边的三个海峡 第七章 尼族巨人 尼族巨人说的就是苏联 其实也是说的现在的俄罗斯 就叫眼蝉杜宝 眼睛蝉想吃 想占领 想霸占 但是肚子没那么大 实力不够 野心够了 实力不够 不复存在的面包与玫瑰之国 东欧的反苏民族主义 开支越来越大的苏联帝国 经济 苏联的致命弱点 第八章 走向自由世界大同盟 多元世界与西方同盟的重新组成 观众走向舞台 日本当前的行动计划 还有后继 是吧 你看序言 言而不当 亦当死 虽然臣愿戏言所闻 为大王才其罪 引自韩非子 初见秦 倦一 危险的八十年代 帷幕已经揭开 今后十年 及其后事 及其后 世界将进入动乱的局面 这一点 就连我这样一个研究 国际政治的研究生 几年前也预见到了 令人担心的是 国际形势变化的步伐加快了 超出了自由世界 许多有识知识的预料 现在的世界局势 与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局势相仿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世界 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之中 孕育着过渡时期的动乱 旧的世界秩序行将崩溃 新的秩序正在摸索 美国曾给战后世界建立起秩序 但在过去的十年内 日趋衰败 你看 七十年代就说美国衰败了 现在很多人还在说美国衰败了 衰败来衰败去 人家还是老大 是吧 苏联 从过去的几十年 过去的几百年 一直在扩张 但是现在还在扩张 虽然打不赢很多民族 但是地盘越来越大 而苏联已变成全球性的帝国主义 在军事力量对比上 已开始从同美国对等 逐渐转向优势 七八十年代 苏联咄咄逼人 在很多地方 很多领域还碾压美国 碾压吧 但是最终他还是解体了 看起来还是美国更强大 是吧 这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